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要继续《猎王记下》第三十讲 犹大王约阿斯被刺杀 首先让我们读两节的经文 《猎王记下》十二章十七十八节 那时亚兰王哈谢上来攻打加特 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主 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 亚兰王哈谢 哈谢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我们看到亚兰王哈谢他上来攻打加特 那么加特是在哪呢 加特本来是非力士人的居地的 罗布安把它建设为一个设防城 是由犹大国来管理的 当时亚兰王的哈谢 其实他的军队人数不多的 却能够在犹大全境试捏 包括了加特 加特这个地方正确的位置 不是很详细的 那么有些学者认为 他应该是在撒末尔记下第四章第三节 所提到的吉他音 位在于耶路撒冷西北 大约32公里的地方的 那么当哈谢他攻取加特以后 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南 后来也因为要从耶路撒冷的西南方 他要回大马士革 那么就会经过耶路撒冷 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亚兰的军兵就上到的犹大 还有耶路撒冷 而且杀了很多的首领了 那么等到耶和耶大死了以后 犹大王还有他的众首领都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神的殿 而去侍奉亚瑟拉还有这些偶像 当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起来指责这个罪 也就是约阿斯所犯的这个罪的时候 他们就按照国王约阿斯的吩咐 就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把这一个 撒加利亚给打死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按照十二章的十七十八节 约阿斯他就来向亚兰求和 作者并没有提出亚兰王哈谢 入侵犹大的这个原因 那么很可能是跟他入侵以色列的原因 是相同的 看《猎王记下》第十章三十二节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是哈谢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那么历代字的作者就特别的指出来 亚兰军的胜利是对约阿斯晚年离弃神的一个惩罚 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字下 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 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列足的神 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犹大王约阿斯 他就贿赂亚兰王哈谢 在《猎王记下》十二章十八节 跟前一段 约阿斯重建圣殿 有强烈的对比 可是这个时候 约阿斯甚至去剥削圣殿的宝物 把那些黄金等等就拿来 去贿赂亚兰王哈谢 就是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 保住他自己的统治权 你看他这样远远的离弃了耶和华 做这些事情不是讨神的喜悦的事情 好那我们再来读 《猎王记下》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约阿斯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 就是士米亚的儿子约沙甲和硕末的儿子约沙巴 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足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歇接续他作王 约阿斯他被杀 他的儿子亚马歇来继位 约阿斯的臣仆背叛他 是因为他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 约阿斯晚年他离弃神了 他受到祭司撒加利亚 耶和耶大的儿子的责备 居然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后来他的臣仆不满这样的一个举动 因此也起来背叛 而且把国王约阿斯给杀了 那么杀他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在希拉的米罗宫 很可能是建筑在旧的大卫城 新令谷斜坡上面的 那个防御的公式上面 现在是用作军营的 米罗这个字是壁垒或者土墩 约阿斯被杀之前 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约阿斯的臣仆 他们起来背叛他的详情 记载在历代字下 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当亚兰人离开的时候 约阿斯很明显的 他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外伤 当约阿斯他卧病在床的时候 那些背叛的臣仆就把他杀死了 那么这一个反叛明显的跟王的背道 以及他无耻地杀害了耶和耶大的儿子 杀加利亚有关 他也是由于耶和耶大才得以登上王位的 但是他竟杀害了他自己恩人的儿子 这个是多么卑鄙 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 人们对约阿斯的这个意见很大 以至于他不站在猎王的坟墓里面 他很可能是过去大卫攻取的古耶布斯城 北部的一个住房区 也就是这个米罗宫 大卫曾经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加强这个防御 那么最后呢 这个防御的工程主体是由索罗门王把它完成的 约阿斯住在这里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那么这个叛将其实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约莎巴 他是摩亚妇人是米利的儿子 约莎巴的意思是耶和华给予 那么这两个反叛的人 他们的名字跟撒加利亚生前 最后的一句话之间存在着一个巧合 撒加利亚在被人奉王的命用石头打死他之前 他曾经呼吁说 愿耶和华见察深渊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让耶和华看见并且为他报仇 王约阿斯忘记了大祭司耶和耶大 对他的恩德 但是耶和华还记得 并且为他来报仇了 那么历代志所记载有关约阿斯杀死于 他床上的刺客就是亚门妇人 以及摩亚妇人的儿子约莎甲 还有约莎巴 可能是一个名字的不同的拼法 约阿斯开始登基的这个确定的日期 是在耶和第七年 他的悲惨死讯 可以说是一种标准形式的描述 即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斯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可是等到耶和耶大死了以后 约阿斯却偏行几路 而且又拜偶像 还有他更杀害了耶和耶大的儿子 撒加利亚 导致于约阿斯后来也被谋害了 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年轻跟随主 年老的时候也仍然要跟随主 不应该学这个约阿斯的样子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访再会